1972年1月6日,陈帅与北京病逝,享年71岁 毛主席当时因为身体原因,并未决定参加陈帅的追悼会 但就在追悼会举行当天午时 原本按照惯例要午睡一会儿的主席毫无睡意,神情不主 片刻后,他突然让工作人员去吊车 然后直接在睡衣外披了件大衣 争分夺秒地赶去参加陈帅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主席看到昔日陈帅的老搭档素玉大将后 走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只一句话 便让素玉大将不由得失声痛哭 主席对素玉说了什么? 素玉大将和陈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革命友谊呢? 主席又为什么会临时决定去参加陈帅的追悼会? 进入主题之前,希望您可以长点赞两秒并关注一下 动一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一个知识 陈帅和毛主席在1928年在井冈山相见开始 在长达几十年的征容岁月中 他们既是同甘共苦的战友,也是彼此畅和的师友 两人之间的身后友谊,永远彪柄史册 而陈帅和素玉大将的初次相见 是与主席在井冈山会合前 三人的缘分可谓妙不可言 那是1927年的10月 由朱老总领导的南昌骑部队 由于两次分兵,不能其中兵力歼灭敌人 在朝善遭遇失利 很多军官士兵在历经此事后 有的选择不辞而别 有的则自寻出路 时任第25师第73团指导员的陈帅 没有选择半途而废 毅然决然地坚守在岗位上 在战斗中不幸投不中但受伤的警卫班长素玉 意识如此 朱老总和陈帅眼见部队士气萎靡不振 便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 也正是在这场大会上素玉大将和陈帅初次相见 他们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自此而生 在大会上陈帅为了提振事迹 语重心长地开导大家 只有经历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 做英雄太容易了 所以他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陈帅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深深地感染了台下的素玉 陈帅临危不乱 勇于担当的精神 也成功鼓舞了士气 队伍在经过一番整编后 继续向西进发 但当他们转移到干越边境的大鱼地区时 突然发现队伍所要面临的情况更加严重了 由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 行动较为仓促 加上当时政局酷暑 干粮紧缺 以及昼夜负重行军所造成的疲惫现象 导致部队人数越来越少 但在朱老总和陈帅的坚持下 他们硬是把剩余的八千多人进行了改编 并且还用巧技夺取了一张 参加了湘南起义 苏玉在作战中表现出色 荣升为步兵五连的指导员 那个时候 起义部队的人大多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到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合 陈帅和朱老总也不例外 而远在井冈山的主席 也心系各执起义队伍 专门派人联系了南昌起义的队伍 1928年4月 南昌起义的余部 在朱晨的率领下 成功与主席领导的修收起义部队 在井冈山会师 至此 陈帅和毛主席半生的革命情谊 就此开启 虽然两人在此之前没见过 但经过一番交谈后 两人大有相见恨往的感觉 之后 陈帅升任为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 肃玉则升为连长 从1930年到1934年 在主席和朱老总的领导下 肃玉率领自己的队伍 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活动 并在第一次反围剿中 因活捉了国民党军事巴士师长张辉赞 给主席和陈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席还专门为肃玉这一功绩 写了一首《瑜伽奥来记录》 1934年7月 十年27岁的肃玉被委以重任 受命担任抗日先遣队 第七军团的参谋长 率领部队前往敏浙干碗地区 由此展开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同年十月长征之路开启 陈帅留在革命根据地领导游击战 至此陈帅和肃玉大将首度分别 而这一别竟是三年之久 革命就是只剩下一个人 也要坚持下去 在面对敌军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时 陈帅也从未产生过悲观情绪 经常给游击队员们分析战局 激励他们的斗志 他坚定不移地相信 革命的火种是消灭不掉的 黑暗总会过去 革命必然会到来 1935年3月 陈帅率领部队突围 来到干越边的游山 开展游击战争 在此期间 陈帅的腿在战斗中受伤 因为战况激烈 医疗条件也较差 所以这个腿伤一直没有痊愈 但陈帅对此并没有过多在意 时常忍着疼痛 给战士们开会 一次 陈帅趁着开会人员还没到齐 就想着 把腿部伤口的浓血稍微挤一下 可当警卫员看到陈帅的伤口 足有顽口那么大时 根本没办法狠下心来动手 陈帅见他这么担心 开口安慰他 放心 自己能挺住 最后 在陈帅的鼓励下 警卫员从伤口中 挤出了小半盆血水 和两块枪伤碎骨 虽然 我们无法感同身受 但也能想象到有多疼 然而 就算陈帅因疼痛 额头不断冒出痘大的汗珠 但他也没有喊一句疼 从史事中 都谈笑自若 伤口处理好了 他就扯下一些白布条 抹上万斤油 进行简单的包扎 然后照常主持开会 越讲越有劲 仿佛忘却了伤痛 1936年的冬天 国民党军卷土重来 在当地保安团的配合下 向干越边游击区 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 清剿行动 敌军此番行动 一定程度上 对我方游击队 造成了伤害和影响 部队在梅岭被打散 兵力不集中 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突围 陈帅和战士们 被敌人围困在山上 长达20多天 面对此等险情 陈帅觉得 自己还有伤病在身 恐怕是难以脱险 于是便怀之 对革命的无限赤诚 写下了 气壮山河的绝命诗 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亦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万幸的是 陈帅这次 有惊无险 而他的这首绝命诗 在后来 还得到了 师友毛主席的赞赏 当有人询问主席 对于革命前途的看法时 主席不自觉地 就说出了 陈帅梅岭三章中的诗句 作为回答 陈帅和主席 虽然相差八岁 两人在战争期间 也时常天各一方 但诗词 已经成为两人之间 心灵交映的桥梁 对于陈帅所作的诗句 主席能张口就来 并且还曾多次称赞陈帅的诗 豪放奔腾 有些地方跟他所作的诗很像 对于主席所作的诗歌 陈帅更是倒背如流 其中 他对《七元春雪》这首诗 尤其喜爱 时常感叹 这样的诗句 只有具备英雄气概的人 才能做出 在陈帅和主席 为数不多的会面中 只要两人交谈过正事后 还有闲暇时间 那么 他们就一定会切磋诗词张富 除此之外 陈帅还会经常拿着 主席出版的诗词手稿 拿给孩子们看 让他们从中汲取教义 1966年 陈帅更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 将主席的37首诗词 一笔一划 只字不差地抄录了下来 并且还将其装听成册 字列行间 无一不是在渗透着 他对主席的热爱 主席和陈帅之间 除了有着相同的爱好外 在艰难的革命旅程中 也十分惺惺相惜 两人的革命友谊 愈发浓厚 在敌人发动猛烈攻势 进攻中央苏区所在县城时 陈帅也没有忘记主席的嘱托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安排可信可靠的同志 将主席的家人 给隐藏在安全的地方 在这国破山河碎的危难时刻 主席能放心地 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陈帅 足以证明他对陈帅的信任 而陈帅也说到做到 两人之间的关系 早已不是简单的革命战友 而是互相信赖的生死交情 1942年黄花堂事件发生后 被诬陷的陈帅带着满腹委屈 亲自前往延安 跟主席解释 此时 陈帅和主席 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没见过 所以陈帅在见到主席后 有些放不开 就连说话 都是小心翼翼的 主席见往显跟自己 时常争论诗词拘异的老战友 如此毕恭毕敬的样子 十分不满意 用着假意责怪陈帅的语气 说着交心的话 你这个人哪 我们都有十年没见了 我们是老朋友 也是老战友 你干嘛要这个样子 有人说了什么 你就和我交心吗 主席这番话 让陈帅十分感动 当即就消散了浑身的束缚感 和主席敞开心扉的交谈 而主席 对于黄花堂事件 也明确了态度 陈帅是有功劳的 没有犯什么错误 后来 陈帅曾和主席谈起 自己两次反对过他的事情 没想到 主席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 人与人之间 总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陈帅就是在反对他 他也同陈帅合作 主席与陈帅之间的革命友谊 是毋庸置疑的 陈帅和素育大将之间的情谊 亦是如此 1938年 新四军决定 先派出一个支队 到江南敌湖地区 进行侦查任务 并寻找合适的机会 开创根据地 主席批准了这一计划 并且特别叮嘱 派一个会用电台的人去 那谁符合主席的要求呢 陈帅想到了素育 后来 素育在陈帅的推荐下 成为了支队的司令员 并且陈帅为了支持素育的行动 掏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还将手下最得力的几名干将 都分到了支队中 由此可见 陈帅对素育的绝对信任和支持 后来 陈帅和素育两人通力配合 赢得了抗战以来 最大的反摩擦战役的胜利 这对黄金搭档 在之后的战役中 配合也越发默契 在解放战场上 两人通力合作 指挥战役 顺利取得了素北 鲁南 莱武等战役的胜利 而孟良顾战役 是在两人默契配合下 出奇制胜 会就得最为壮丽的一幅画卷 在孟良顾战役中 素育大将突破常规打法 将原本想打的贵系第七军 和整编第四十八时 改成了打中路 被誉为国民党王牌中的王牌的 整编第四十七时 对于素育的这一大胆设想 陈帅坚定地持知识态度 最后 在华野强大的火力攻击下 国民党第七十四时 全军覆没 之后 经过陈素两人的通力合作 战场的新局面 不断被开创 陈不离素 素不离成的说法 实至名归 新中国成立后 素育被调到总参谋部任职 陈帅则由主席亲自点将 担任外交部长一职 周总理长期以来 兼任助理和外交部长的职务 实在是分身乏术 为了缓解一些压力 所以需要找一个人 来接他的班 主席虽然选定了陈帅 但陈帅对于自己从事外交活动 却没有什么信心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专门去找主席 说明自己的担忧 主席似乎好像早就猜到 他会来这么一遭 非常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觉得临时而去 正是做外交工作需要有的态度 陈帅再合适不过 陈帅也不好再推辞 便接任了外交部长一职 在做外交部长的十四年时间里 陈帅也果然不负主席期望 总能恰到好处地应对国内外记者 其强硬态度是出了名的 然而可惜的是 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 陈帅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 到了晚年时期 更是每况愈下 1971年 已经是癌症晚期的陈帅 在生命弥留之际 心里最挂念的 依然是毛主席 一天 时常昏迷不醒的陈帅 突然清醒过来 他让女儿给他做碗面条吃 由于病痛折磨 陈帅只吃了几口 但他非常高兴 因为那天是主席的生日 他怎么也得吃一口主席的长寿面 在得知父亲吃面的原因后 女儿泪流满面 陈帅就算病重 也没有一刻忘记过毛主席 1972年1月6日 陈帅与世长辞 主席是在1月8日 审阅关于陈帅追悼会文件时 才得知的 本来 因为主席当时身体状况 也不容乐观 所以并没有安排他出席追悼会 但就在追悼会 将要举行前的一个多小时 主席突然决定要出席 他要亲自去见老战友最后一面 与陈帅做最后的道别 时间紧迫 主席为了能赶上追悼会 只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大衣 便匆匆出门 那时北京的气温已经零下 天空还飘着雪 主席下面只穿了一条薄薄的毛裤 可见主席对陈帅的革命情谊 有多深 陈帅的妻子张倩 没想到主席会来参加追悼会 立即带着孩子们去休息室见主席 他满脸泪痕 哽咽地询问 主席怎么也来了 主席难言悲伤 紧紧握着张倩的手 表示他也来悼念 并且一直强调陈帅为革命所做的贡献 谈话结束后 张倩关切地让主席坐在休息室休息 但主席拒绝了 并要来了一块黑纱 表示要参加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 主席见到了陈帅的老搭档 素玉大将 他紧紧握住素玉的手 心情沉重地说 井冈山时期的同志 不多了 听了主席的话 素玉大将回想起当年 他们在井冈山一起风发的模样 以及他和陈帅并肩作战的时光 不由得失声痛哭 后来 周总理站在陈帅的一项前 至道词 不足600字的道词 周总理曾两次哽咽诗语 几乎读不下去 最后 主席在先红党旗覆盖下的 陈帅骨灰盒前 深深地拘了三次弓 悲伤而沉痛地悼念 自己的战友 师友 而主席后来 专门为悼念陈帅而作的诗词 内里所歌颂的深厚革命情谊 将永存史册